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大学比拼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法兰克福热狗PK汉堡堡垒 法兰克福大学对抗汉堡大学 2.高科技西谷对决 圣塔克拉拉大学PK圣河西州立大学 3.蓝色多脑河畔学府交锋 维也纳大学PK布达佩斯大学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法兰克福热狗PK汉堡堡垒 法兰克福大学对抗汉堡大学 各位亲爱的美食爱好者和学术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场不是在厨房里 而是在德国学术界上演的美食的大战 法兰克福热狗PK汉堡堡垒 也就是法兰克福大学对抗汉堡大学的故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位参赛者的背景 法兰克福大学Gerth University Frankfurt 成立于1914年 以德国伟大的文学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戈德命名 这所大学就像法兰克福热狗一样 有助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味道 而汉堡大学University of Hamburg 则是1919年成立的年轻力壮的学府 它就像汉堡一样 结合了多层次的学科 堆叠出丰富多彩的学术研究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场对决的两个主角 法兰克福热狗一根长长的香肠夹 在柔软的长面包中经典的德式快餐 它代表的法兰克福大学 在社会科学、哲学和人文学科领域 有助深厚的影响力 这里曾孕育出法兰克福学派 一群批判理论的大师 他们就像热狗上的芥末酱 辛辣而富有刺激性 挑战住传统的思想味蕾 另一边的汉堡堡垒 则是一层层的美味堆叠 肉饼、生菜、番茄、起司 还有那不可或缺的面包 它代表的汉堡 大学则在自然科学和医学领域 有着坚实的基础 这里的研究 就像汉堡中的各种层次 每一层都是精心烹调 为了追求知识的完美口感 当法兰克福的批判理论家们 与汉堡的自然科学家们相遇时 这不仅仅是一场美食的对决 更是一场思想的盛宴 法兰克福的学者们 可能会治疑汉堡的实证主义 而汉堡的研究者 则可能会对法兰克福的抽象概念 提出质疑 但不要忘了 无论是热狗还是汉堡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人们喜爱的食物 同样的 无论是法兰克福还是汉堡 这两所大学都致力于 追求知识和真理 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专家 所以 亲爱的听众 当你下次品尝到一根热狗 或一个汉堡时 不妨想想这背后的学术对决 并且记得 不管是哪一方胜出 我们都是最终的赢家 因为我们得到了丰富的知识 和美味的食物 让我们为这场美食与智慧的盛宴前辈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高科技西谷对决 圣塔克拉拉大学 PK圣河西州立大学 啊 当今世界的科技斗场 不仅仅是硅谷巨头们的游戏场 还有两所学府 在这场无形的对决中 默默地展开了他们的智慧角力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校级运动会 而是一场高科技领域的学术对决 圣塔克拉拉大学 Santa Clara University 简称SCU 与圣河西州立大学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简称SCU的较量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这两所学府的背景 圣塔克拉拉大学 一所拥有耶稣会传统的私立学府 以其严谨的学术研究和精英教育文明 而圣河西州立大学 作为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一员 以其多元化的学生群体和实惠的学费著称 这两所学校 一个如同精致的精品店 一个则像是热闹的超级市场 各有特色 在硅谷 这片创新的沃土上 这两所学校就像是两个邻居 互相竞争 又互相借鉴 圣塔克拉拉大学 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和密切的产学合作 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高科技精英 他们的毕业生 就像是精心培育的兰花 一旦绽放 便是风景 而圣河西州立大学 则以其坚实的工程教育和商业课程闻名 这里的学生 就像是勤劳的蜜蜂 不畏艰辛 勤奋工作 为硅谷的繁荣贡献住自己的力量 他们可能不像圣塔克拉拉大学的学生那样高调 但他们的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这场对决 不仅仅是学术成就的比拼 更是一场教育理念的较量 圣塔克拉拉大学 强调个人的全面发展 培养学生的领导能力和创新精神 而圣河西州立大学则 注重实用性和职业技能的培养 让学生能够迅速适应职场的需求 在这场对决中 谁也不敢轻言胜出 毕竟 硅谷的每一次创新 都可能改写游戏规则 圣塔克拉拉大学的学生 可能在创业公司的高速成长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而圣河西州立大学的学生 则可能在大型科技公司的 稳定发展中发光发热 最终 这场对决的真正赢家 其实是硅谷这片土地 因为他拥有了两所 如此优秀的学府 共同为这个世界的科技进步 贡献着力量 而我们 作为旁观者 不妨为这场精彩的对决鼓掌 期待住下一个科技奇迹的诞生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蓝色多脑河畔学府交锋 维也纳大学 PK布达佩斯大学 啊 当我们谈到这两所学府的交锋 我们不仅仅是在谈论两所大学 而是在谈论两个 曾经是欧洲中心的城市 维也纳和布达佩斯 他们在多脑河畔 绽放着各自的光芒 这场交锋 既有学术的火花 也有历史的热情 更有文化的魅力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 维也纳大学 成立于1365年 它是德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之一 这所学府的墙壁如果会说话 他们会告诉你 关于弗洛伊德 分析梦境的故事 或者讲述薛丁格和他那只寄死 又活的猫的奇妙实验 维也纳大学是学术严谨的代名词 它的学者们在咖啡香气弥漫的 咖啡馆里辩论哲学 并在音乐之都的街头吟唱诗篇 转向东南 布达佩斯大学 正式名称魏罗兰大学 则是匈牙利的学术灯塔 成立于1635年 这所大学的学者们 可能会在多脑河畔教授数学 同时计算住 如何用算术来平衡波尔卡五部 布达佩斯大学 培养了无数的科学家 文学家和政治家 他们在匈牙利的历史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当这两所学府交锋时 你可以想象为 也纳的学者们 以他们的巴洛克式辩论技巧 来对抗布达佩斯的学者们 后者以其锋利的 马扎尔式智慧回应 这场学术对决 不仅仅是知识的较量 更是风格和传统的碰撞 有趣的是 这两所大学的学者们 可能在学术会议上激烈辩论 但在会后 他们会一同享受 维也纳的萨赫尔蛋糕 或布达佩斯的古拉食汤 证明了即使是最激烈的学术 对手也能在美食面前 画干各位玉博 总之 维也纳大学和布达佩斯大学的交锋 是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和学术盛宴 他们各自代表着 其城市的精神和历史 同时也展现了欧洲学术 传统的多样性和深度 而我们 作为观众 只需坐享其成 欣赏这场跨越多脑河的智慧之寨 亲爱的观众 我们今天一起走过了三场精彩的学府对决 从美食到高科技 再到文化和学术 每一场对决都展现了不同领域的优秀学府之间的竞争与融合 在法兰克福热狗PK汉堡堡垒的对决中 我们看到了法兰克福大学和汉堡大学在不同学科领域的优势 这样的对决不仅是一场美食的对决 更是思想的碰撞 在高科技西谷对决中 圣塔克拉拉大学和圣河西州立大学 展现了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培养人才的方式 这场对决不仅是学术的比拼 更是科技进步的推动者 在蓝色多脑河畔学府交锋中 维也纳大学和布达佩斯大学 代表了两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 这场对决不仅是知识的较量 更是风格和传统的碰撞 每一场对决都展现了不同领域的精英学府之间的竞争和合作 这种竞争和合作不仅促进了学术的发展 也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和文化 作为观众 我们不仅可以欣赏这些精彩的对决 还可以从中获得启发和思考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认为这些对决中的哪一方更具优势 你又如何看待不同领域的学府之间的竞争和合作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